中文字幕——YK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把握好每一分钟 你才会苦尽甘来 周深对于小编来说 不仅仅是一位大明星歌手 更是心中的向往 无数次在迷茫的时候 都会去听听周深的歌 他的歌让人听起来特别空灵 仿佛全身上下都放松了 戴着耳机就像全世界 只剩下自己一般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的海洋中 在了解周深的过往后 更加能体会到 他歌曲带来的感受 也好像离他更近了一步 往年经历 第一次认识到周深这个人的时候 还是在大禹海棠 那个时候真的是疯狂迷恋这部电影 看了好多遍 就觉得里面的歌特别好听 于是这句茶茶是谁唱的 但是当时说实话 小编只是惊叹于这么个男生的声线 怎么会这么好听 却没有怎么样关注他 初次印象 真正关注他的时候 还是在综艺歌手 本来一开始是奔着画城与花花去的 谁知道竟然鹿转粉 变成了周深的小迷妹 小编之所以喜欢他 是因为他真的彻底颠覆了小编 对他在自己印象中的形象 他起初在小编的印象中 就是那种只能唱柔柔柔柔歌曲的男孩子 但实际上他真的在每一期节目里面都会给小编带来特别大的震撼和惊喜 他看起来瘦瘦的 格子也不高 可唱起歌来真的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 让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成功的心酸 真的是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有故事的人生 周深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 小时候就挺喜欢音乐的 也曾经当过学校合唱团的歌唱担当 可他也就仅仅只辉煌过这么一段时间 到了初中男孩子们都开始变声期 可只有周深还是那种尖尖细细的嗓音 班里的男同学都开始嘲笑他 冷落他 不和他一起玩 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他长大后都不敢特别大声地和别人说话 怕被别人嘲笑 怕被别人笑话 被人认可 直到上了高中 有一次校园歌唱比赛上 他终于鼓起勇气参加了比赛 一盏歌喉 没想到命运就是如此 他被人看到了 肯定了 以前自信的 骄傲的周深又回来了 他又重新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魅力 他想上高中的时候 还向他自己的原创歌曲 发布到网络平台上 那个时候 因为他还只是一个网络歌手 没有多大的名气 他也不那么自卑 常常还会和歌迷一起讨论 聊天 歌迷们也都亲切地叫他女神 可当他开了一场自己的演唱会 他的出现惊呆了众人 原来他是一个男孩子 真的就觉得他和李玉刚还挺像的 柳暗花明 后来他高考后 考的学校不是特别的理想 他也不想上 于是就开始自己的求学之旅 去乌克兰 他想要继续乐理唱歌 可是老天爷 却给他开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玩笑 在他刚开始学习没有几天后 他的嗓子出现了问题 在乌克兰怎么看 都怎么治疗都不行 无奈之下 他就回国了 上天给你关了一扇门 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刚回国不久的周深的嗓子 就恢复了 于是他又到乌克兰学习 并败在了名师门下 成为了弟子 破茧成蝶 参加好声音的舞台 是周深第一次 这么隆重和大家见面 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 他就已经翻唱过了很多的曲增 虽然很不幸 他在好声音中被淘汰了 可他的声音 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并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从参加完好声音之后 他就陆陆续续的参加了很多节目 直到现在参加了歌手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 让我们都眼前一亮 这个可爱的宝藏男孩 也终于要发光发亮了 获得尊重 很多人都说 周深的声音很独特 听他的歌曲都很放松 让他们有飘飘欲鲜的感觉 可因为他的声音 他经历过很多 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痛苦 他被人嘲笑说 他的声音不男不女 像一个娘娘腔一样 然而 从小到大经历了这么多 周深依然 周深依然还能这么开朗 活泼地站在舞台上 发光发亮 不得不说 我们的宝藏男孩 未来可期 周深 我们在这里助你 虔称似锦 加油 你是最棒的 在周深身上 我们学到了很多 他的毅力 他的坚持 勇敢 和对梦想的执着 也在引领着我们 从他的经历中 我们对梦想的概念 更加的了解 也明白了 在生活中 只有努力拼搏 才会有希望 在没有任何 可以依靠的前提下 只有你自己变得厉害 才能主宰自己的人生 让你真正的学到知识